欢迎回来 再来要看到过年前台北市前任还有现任市长都非常的忙 像是现任市长蒋万安今天呢 慰绕北一女中约一齐对 信了大批女学生在一旁拍照 蒋万安跟自曝说 学生时代还曾经在校门口站岗 而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则选择来到迪化街 拜早年发春联 现场有民众不断高喊 2024年选总统 2024年总统 春联发到一半 反驳变成柯文哲总统造势大会 另一头选民再赞瞎 柯总统 标语前拜早年当然也有人来比到站 只是民众拱完柯批公大位突然开始话柔啊 刚刚民众喊完选总统后面就发如人怎么看 很好 好一照 好一照 总统不选到底的话会把前进国会当作备案吗 现在谈这个都太早了吧 还没有准备好 哎呦 我跟你讲我们考大专年考也没有一天 没有一天认为自己准备好了还是要考 2024选立委是否可能成为选项 柯批没给肯定答案 但北市前市长低化街人气超级高 现任市长蒋万安 尖叫声 造访北域女卫绕月仪骑队先自爆学生时代 曾在门口站岗 其实我期待已久 今天终于可以大大方方走进北域女中 因为过去我都是在门口站岗 你是在等当时女朋友上去吗 我求生欲很强的 你比较喜欢科斯特还是比较喜欢讲戏的 一个比较像爸爸 就是比较成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年轻一点就像哥哥一样 前后任市长年前人气大PK 尽管年纪有落差 却是各有粉丝 输人不输症 这是我们讲高子瑶台湾报道